自從美國宣布禁止向中興通訊出售芯片和軟件技術 內地發出一片要研發國產芯片的呼聲 官媒的評論也說 以前依賴外國芯片 所以發展國產芯片不能再拖 如果中國投入更大 再配合市場的響應 發展將會勢不可擋 《環球時報》的評論也感謝美國 讓中國落這個決心恢復清醒 面對科技行業的出路問題 科技學術團體《中國電腦學會》舉辦了一場論壇 不少與會者都說 禁授不會對行業帶來影響 中興大部分的核心零件都是由美國入口 面對七年的金壽期 內地媒體報導 中興只能依靠存貨維持大約兩個月 但在論壇上 中興公司一名前員工說 對公司影響不大 它不是一個技術上的問題 即使是一個純技術上的問題 也從來沒有因為技術問題 把誰搞死 公明渠道是多樣的 醫學者和科技公司負責人 都認為制裁是一件好事 反而會迫使中國發展自己的科技 說中國芯片發展已經有一定的基礎 有能力追上外國 從前六年開始 每一年我會在秋天的時候 把融芯測微分成 都三個放在一起 然後來測試一下 跟國外的芯片對比 我發現到2014年的時候 我們基本上就是可以 可以跟他們實行 在2015年的時候 我們其中 就是都已經全面地超過了分四 基本上主要的高端通用芯片 還有電源也是齊的 現在也是在加速推進 但是可能最早 我們可能在黨政軍部門裏面是推進 因為準備在包括能源、交通、電信、金融 這些行業來推進 論壇的學者說 國內不少科技的設備 都是依賴美國的芯片 通訊設備只是其中一個 如果美國全面禁售的話 一定會打擊高科技產業 只要度過難關 發展國產的技術 就可以解決問題 有線電視記者林杰倫 在北京報導